我的YouTube收入这一部分 没有带出来 可是他这样子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会有人偷税漏税吗 大家好 我是梦莎浅浅 这个业是台湾的报税业 然后我老公呢 他今天才跟我讲说 他昨天报税 带出来的资料没有我的薪水 没有我薪水那一部分 因为我昨天有去给他查 去潮山给他查 这是什么 中和所夺税扣除额的资料查行码 我昨天就给他去查了查行码 然后发给他 他昨天晚上就报税 因为他这个月都很忙 常常加班 所以他一直没有去报税 每次等到最后两三天再来报税 真的很傻眼 然后他今天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是合并报税嘛 他就可是 可是填了我的查行码 我的YouTube收入这一部分 没有带出来 正常来说 因为我之前也是报过啊 之前我是在台湾的公司上班的时候 像我在牙医诊所上班啊 健身房上班啊 我所收到的薪水 都是会有带出来的 就是在那个报税系统有带出来 说我每个月的收收入是多少 还有历时是多少都有 但是呢 这次我老公他说我的YouTube收入 完全没有带入 他说只有那个 只有历时那一部分的收入 我就觉得奇怪了 怎么会没有呢 正常来说应该会有啊 因为我是用那个玉山银行的 去收那个外汇款项嘛 就是YouTube给我发的那个收入嘛 我是台湾的玉山银行 是每个月收那一笔款的哦 一部分可能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有漏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所以我也想要打电话去问一下 现在还是12点他们1点才上班 我等一下再打 其实说实话 我是去年去年二月份 二月份才才可以去申请那个收益 然后三月份就有收入嘛 那台湾的朋友就呃 就是很支持我 会给呃就是会帮我看广告 然后有偶尔也会给我打赏 我也有接到一次业配 那我就想说 毕竟这是台湾人对我的支持 嗯我的收入税也不多是吧 但是我也希望我能 缴一点点税给国库 因为毕竟我们呢 谁说实话 呃 我生小孩有给我们奖税啦 然后又给我们发 又给我小孩发一些什么 议额津贴啊什么的 所以我就觉得 嗯多多少少像我老公讲的 还是要缴一点钱给政府 才能更好去做事情 所以呃我也希望台湾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我也不希望说 不想去钻这个漏洞 我希望说 嗯因为这个行业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缴税 哈 我也不知道 呃我觉得可能 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嗯就是既媒体嘛 也是国外的那个 付款的嘛 就是youtube给我们 google公司给我们付款嘛 付那个广告的收益嘛 那我觉得可能 因为我也是外 现在目前来说 我还是外籍岩市嘛 呃可能税籍这一部分 可能他 他没有考虑到吗 呃还是说 哪里 我们哪里没有做到 所以我再打电话去问一下 我看一下税籍的号码是多少 我找到号码了 我要打给那个 因为我们的户子是在桃园 我们要打给那个桃园北区税户局 问问看到底怎么回事 哼 03 好 直播退税快又好 多用账户转账退税 享受便利生活好 台占部北区国税局行好 直播退税快又好 刚刚打Google上面那个电话面接 打这个 有那个广告收益 嗯 但是我老公 我是跟我老公那个夫妻合并 合并报税 嗯 他说没有带出我的那个 YouTube的收益 那一部分 YouTube不会带出来 你要自己申报 要自己申报 在哪里申报 对对对 网路申报啊 就是你要新增一笔所得资料 这样子 呃自己再新增 所得资料 哦这样哦 嗯 所以也是在合并报税的里面的下面吗 对对对对对 呃然后再把自己 然后自己统计每个月的收益吗 对 填进去 嗯 这样子哦 哦 嘿 哦好好了解 好 嗯 谢谢拜拜 不会拜拜 前半部分没有录到 他说要自己去填那个收益 就是你每个月1到12月 然后还有你的业配啊 这部分就是带进去 你自己填进去 就是你收入多少 你自己算一个个算 然后再填进去 就额外的收入来报 哇 可是他这样子不是很容易 很容易会有人偷税漏税吗 好吧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 真的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做一个 怎么样去预防 会不会偷税漏税 天呐大家会不会很讨厌我 嘿 等下大家都过来骂我 我在跟我老公讲说 加入 就是额外的加入看怎么办 我我昨天去闻眉 哦好粗哦 现在看起来有点粗 呃因为他说还会再掉一层 以后就会变得 颜色会变得比较淡一些 所以现在看起来比较像蜡皮小心 希望大家不要吓到 因为刚纹门没我就没有化妆了 那是痘痘 最大的美颜相机 还遮挡不了我的那个 皮肤很糟 好啦 刚刚我老公他申办好了 哎 他选了92其他所得 然后我再把自己去年1到12月份的 页收入合计了之后 然后就发给我老公 他就填上去 然后就可以了 好像还要填一些什么发放方式 谁呀 什么google公司呀这些 然后在后面再看你用什么方式去缴纳 我老公他喜欢用那个信用卡 台湾纳税还蛮特别的 缴税期还能用信用卡 甚至台湾还蛮多地方可以用信用卡的 像看病什么都可以刷信用卡 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因为我以前在广州 我去看病是不能刷信用卡的 好啦 这个月要省一点用啦 最后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 让我有机会在台湾光荣纳税啦 主要是因为我老公他收入比较高了 然后我们就合并报税 好像又比较省一些 然后我们也没有要申请父母抚养那一部分 所以就我们就要缴一些些 其实我觉得算缴的还蛮少的了 说实话 因为我以前在大陆是做会计出纳这一部分的嘛 那如果这个 如果我们这个收入的话 在大陆的话就是要缴更多 好 这个我也不想多说了 少说为妙 最后如果大家懂这一部分的 或者YouTube缴税这一部分的问题 或者经验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哟 好啦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啦 多下 Bye 感谢所有观看我影片的各位老板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4 4 5 5 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